我怎么感觉它有了它 我以后就不需要再买肥料了 因为这个肥料已经含有我植物生长的所需要的大部分营养成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今天我不得不推荐一个不错的肥料 这个是来自荷兰的进口的复合肥 很多朋友聊复合肥 以为复合肥就是但您讲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 按照不同的生产技术来说 进口的复合肥像这个 它含有的肥料就不仅仅是蛋铃甲 同时你还含有植物生长的很多中微量元素 包括硫元素 棚元素 新元素 等等这些元素 都是植物生长所需的 而这些元素 很多时候往往是花盆里面最容易缺乏的 虽然我不赞同在夸盆里面用太多这种无稽的肥料 因为这种无稽的肥料很容易会有残留 但是养花有时候是没办法 比如番茄 它种植的过程中 尤其是开夸结果的过程中 它需要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多 绝对不是我们那些有机肥可以给予的 往往有机肥是在苗期或者种植的初期效果最明显 但是等到我们的植物进入开夸结果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有机肥的营养就跟不上 最终结果要不您的植物就果子小 要不就是果子长不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提前的落果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些问题通通都是因为元素的缺乏 一般情况我在家里给植物补充营养有两种的补充方式 第一种是有机肥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用花生芙 黄豆肥或者是鸡粪羊粪流粪这些有机的肥料 但是平时我也会注意给植物补充一些快速的肥料 尤其是花期以及果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机肥料营养跟不上 为了让我们的植物开出更好的花朵 长出更好的果子 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不错的安全的无机肥料 这个就是它了 近段时间我用这个东西是蛮多的 而且发现效果也不错 我这个草莓的花盆里面就很多的有机肥 像花生芙啊 黄豆肥啊 以及稻壳炭啊 以及草木葵啊 我都经常给它的 但是如果花期的时候 你看它开那么多花 接那么多果子 这个时候您就会发现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 就是您的植物呢 长着长着 为什么果子就长不大呢 还有时候会出现畸形果等等这些问题 开的花容易出现落果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呢 原因就是它缺乏肥料 但是呢 肥料分为那么多种 我们怎么去补充呢 一般情况呢 我是用这个 这个里面呢 除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蛋铃甲之外呢 这里面的中微粮元素也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植物开花结果所用到的棚肥 这个这里面已经含有了 像这么大的一个花盆 我们只需要倒上一勺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加轮以下的那个花盆呢 基本上半勺左右就够了 这样撒下去 浇上一些清水 这个肥料就会很快的渗透到植物里面去 让植物所吸收 您会发现就这么一勺就够您家的草莓一直的开花结果 我从来呢 都不认为有机肥是不好的 但是在夏天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用太多的有机肥 比如花生腹 黄豆肥 甚至鸡粪 牛粪 芽粪 因为这些有机肥呢 在花盆里面很容易形成热量 然后烧伤我们的植物 加上夏天的温度比较高 我们的植物消耗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同步的学会用这种肥料 去共同的使用 一般情况我在家里呢 秋天 冬天 春天 我会用有机肥 而夏天 或者是春天的中后期 秋天的前半段 都会用这种肥料 会比较多一点 这种肥料就可以迅速的渗透给植物 让植物迅速的吸收 而夏天呢 往往就是我们的植物开花结果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所以呢 如果用错肥料 您会发现呢 产量都会很低 但是用对肥料呢 您会发现邻居都会羡慕你 所以养花 我觉得 如果您在家养花种果树 尤其是养一些比较时间久一点的果 那个植物 比如果树呢 一定要备上这样一瓶 为什么不用果产呢 因为果产呢 就是15 15 15的蛋铃甲 其他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如此 而且呢 果产的那个 复合肥呢 那个肥料容易亏发 容易形成氨气 烧伤我们的植物 所以呢 我更多的建议大家 用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 来自荷兰的进口的负荷费 您会发现一整瓶呢 够你养花 养很久了 好了 今天罗叔到这里 如果你不懂 可以加我微信 我们慢慢聊 我是佛山爱华将 感谢大家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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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